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调到专者病房 照顾武藩肺炎 疑似合确诊病患 我觉得自己的护理的那个 经验里面会有 就是不一样的看见 不一样的学习吧 虽然他已经有到专者病房服务的决心 他万万没有想到 也看自己尽量到专者病房照顾患者 却对未知的情境 压力大到好几天无好度睡 在床上斩走难眠 因为担心自己 万一如果自己防护措施没有做好 那担心会把这个疾病带出来 传给外面的人的话 就是会有这样的担心 他只好一直练习穿透防护衣 照顾患者更是紧绷没条神经 就是要突然间去执行的时候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担忧 害怕自己做不好 患者病情由于严重程度不同 照顾时间有长优短 有时得帮患者抽谈打针 长达一个小时 护理制服总是被汗水进尸 但他从不含糊在他印象最深刻的照顾患者 是一名80多岁的太太 他可能状况不是那么好 然后可能就是才帮他做完一些 就是处置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才刚离开 然后去用餐的时候 就是饭都还没吃完 然后病人就是 就是生命迹象什么都没了这样子 但是这样的病人在那个病房里面 他是用风湿袋这样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是大部分都是没有家属陪在旁边 所以我觉得就是会不一样的感触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没办法见到病人的话 可能也是一个会是一个遗憾吧 也因为亲身照顾肝肺炎疑事或确诊个案 让他从中看到生命的脆弱 让他深深珍惜生病的情人 从他鉴定的衍生力 看到他对护理工作的热爱及使命感 他向往后回想起这一段经历 是充满多于感 对于自己就是在护理生涯里面 有这块的经历是一个 就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一起加油 希望疫情能够赶快过去这样子